姑娘,你那么努力,不是为了嫁给世俗传书的如意郎君,你那么优秀,不是为了给娃当个娘就算了,你从不欠别人一段恋爱,也不欠任何人一个孩子,你只欠自己一个幸福的模样。 早安,原谅自己的错和伤,往前走,生活中,多一点感激,就会少一些怨恨,多一点理解,就会少一些误会,多一点宽容,就会少一些矛盾,每个人都多付出一份心意,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,你也会变得更加快乐。 其实谁都不想扒脾气,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,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习惯,闹矛盾时喜欢说话带刺,喜欢不理不睬,懂得你的人会为你放下架子,不懂你的人,维持了僵局,失望的只有你自己。 人生,没有永远的伤痛,再生的痛,伤口总会痊愈,人生,没有永远的爱情,没有结局的感情,总要结束,不能拥有的人,总会忘记,慢慢的,你不会再流泪,慢慢的,一切都过去了,适当的放弃,是人生优雅的转身。 女人的奋斗目标就该是,让以前的男人遗憾,让现在的男人流汗,让未来的男人稀罕,情怀是委屈撑出来的,烦恼是自己成想出来的,痛苦是与人比出来的,疾病是不良习惯造出来的,心态是经历练出来的,快乐是知足养出来的,健康是不行走出来的,慈悲没有敌人, 却会不起烦恼,解脱才更自在,放下自然轻松,每个人都有睡不着的时候,不是不想睡,是有太多的纠缠,太多的放不下,不是不累,而是有太多的苦衷,太多的负累,狼若回头,必有缘由,不是报恩,就是报仇,是不三思中有伴,人能白惹则无忧,越牛逼的人越谦虚,越没本事的人越装逼, 凭你想要的,争你没有的,要想人钱显贵,就得贵后遭罪,是狼就得吃肉,是人就得奋斗,最穷不过要饭,不死终会出头,在生活中不能太软弱,每一个人都有强大的理由,脆弱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努力的站起来,人生当自强,自己强大比什么都重要,2018,加油! 在最平凡的生活里,谦卑和努力,总有一天,你会站在最亮的地方,活成渴望的模样,你要相信自己身上隐藏的能量,早安,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,都有全新的内容,不要满足于旧日的成果,不要成免于往日的磨难,放下过往的一切, 全身心头乳心的日子,早安,奋斗不是让你上刀山下火海,文集齐五头悬梁追刺骨,奋斗只是每天踏踏实实的过日子,做好手里的每件小事,不拖拉,不抱怨,不推卸,不偷懒,每一天一点一滴的努力,引领你到你想要到的地方去,带着你去完成你的梦想,相信自己终究会走向成功,闪现光芒,早安! 多少人的关系变了,是因为别人的嘴,不知我曾经在谁嘴下死过,但是习我者,我习知,嫌我者,我必知,如果你有眼睛,请被用耳朵了解我,时间,真是个好东西,验证了对的,见证了错的,我就是我,不喜欢戴着面具做人,也许你很牛逼,但我未必找你,两个人的世界里,总要一个闹着, 一个笑着,一个笑着,一个哄着,一个哄着,如果一个人总是输,不是他口才不够好,只是不忍心把最伤人的话说出口,所以选择了沉默,毕竟,总要有一个人输了,两个人才能赢了,这就是真正的爱,只是大多数人都不明白,不是你做不到, 而是你不愿意输,守住宁静,将一切归于心境,时光流逝,童年远去,我们渐渐长大,岁月带走了许许多多的回忆,也消失了心底曾经拥有的那份同志的纯真,我们不顾心灵之骨,沉溺于人生浮华,专注于利益法则,我们把自己弄丢了, 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,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,一定要打愤得清清爽爽,飘飘亮亮,从容自若面对生活,过一种平淡的生活,安安心心,简简单单,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,对生活不是希望,微笑面对困境与磨难,心怀梦想,即使遥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